美国总统拜登终于确定要军援 乌克兰海马斯 拜登拍板增加的七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两百零四亿 出了一千个监制式标枪反战车飞弹 一万五千发炮弹 以及监测雷达等新型军武 更重炮支援四套海马斯 而且为了避免跨境打到俄罗斯 本来最远射程可达三百公里 美方特别客制化 大幅调降为七十到八十公里 但对乌军现有的火力来说 已经是如虎添翼 因为相比目前的M77榴弹炮 射程已经高出两倍之多 拜登同书纽时也谈到 不是要推翻普丁政权 同时也不会私下施压乌克兰 让步割地 这次军援行动是要帮助乌克兰 处于最有利的谈判位置 莫斯科痛批基辅讨海马斯 根本是将西方国家拖下水 一起挑衅俄罗斯 美国国防官员分析 海马斯并不会一下子扭转 乌军苦战的局势 但至少能扳平劣势 海马斯几秒之内就能发射六枚火箭弹 也能携带一枚大型战术弹道飞弹 而且可在发射之后迅速变换阵地 优于俄军使用的火箭系统 但训练乌军上手还需要约三个星期 德国一号也来凑一脚 宣布将提供IRIST防空系统 要帮助乌军强化大神的空域防守 乌尔火力拼场 布林肯示警这场战争 恐怕还要拖上好几个月之久 进行网络营朱佳麟报道